那场车祸 你把许明晨救走 留我一个人在车里等死 那辆车正在漏油 随时都会爆炸 你就这么恨我小孩我死吗 师父 这也是我的辞呈 我猜到你要来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对不起啊 师父 但是我想这是最好的决定 祝你一切都好 老师 老师 市场反馈我们就突然下架了 为什么 酒庄中主说 许致总长突然收不了烫投资方 所以 老师 师父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还有 你说我针对你 难道你就没有针对我跟明晨吗 你是真的喜欢陆芬芬呢 还是借陆芬芬向我跟明晨示威 总而言之 我对你没有兴趣 劝你尽早收手 该干嘛干嘛去 别给我添乱 所以在你眼里 无论如何我都得不到 跟许明晨一样的东西是吗 怎么还顾影自连上了呢 这又是哪一出啊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我每一件都记得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我也都记得 好 你没忘就好 那场车祸 你把许明晨救走 留我一个人在车里等死 你在胡说什么 你把他救走的时候 是不是忘了我还在车里 那辆车正在漏油 我随时都会爆炸 你就这么恨我 小儿我死吗 姐救我 来 明晨 姐把你救出来 来 明晨姐救你出来啊 姐 你 明晨 你看他这雪这都止不住啊 好 您拿进来 走 快 快 你说我针对你 我就是针对你 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对许明晨的偏袋和爱护 是我这辈子都不配拥有的 我也羡慕不来 在必要的时候 你为了她让我去死吧 你住嘴 许天然 这里没有许天然 只有菲利普 而你 许天然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个失去自我的可怜女人 我不会为了你放弃心酒 更不会为了许明晨放弃陆芬芬 好 很好 很好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 我就是偏袒明晨 那你还来质问我什么呢 你是菲利普 不是许天然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走进这个 给我滚 简单 我来就是告诉你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做错 我力气后悔 我告诉你 明晨就是比你优秀 比你懂事 听话 比你懂得体谅别人 总之 明晨比你强一百倍一万倍 车祸的事情 你的爱怎么想怎么想 随便 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什么 说陆芬芬 说新酒 车祸的事情是你误会够的 我不想再说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实际的销售案例 没问题啊 好 这 只要有他 咱们的那个宝贝 就成功一半了是吧 行 到底是谁啊 这么厉害 你待会儿就知道 好 快来 何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芬芬打算创业的是 我已经跟乐爷汇报过了 乐爷表示很有兴趣 是不是啊 乐爷 是的 红酒呢 我虽然不懂 但是我对这个项目 是非常感兴趣的 来 坐这两个 这个博弈国呢 红酒变懦托 既然乔总看得起 愿意带兄弟一起发财 我何某人 愿效全马之力 收 别手虚了 能支持点赏 这公司以后对外沟通 迎来送网子 全都在我身上啊 陆总 要不让他以人脉入 行啊 都听乔总的 不过吧 咱们这光有人才也是不够的 还得有资金啊 因为以咱们俩这个原始资金的话呢 肯定是支撑不了什么雄心壮志的 陆总问你呢 贵人何时到呀 你不是贵人呀 你们俩 说曹操曹操就到 我给各位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为大家找的投资人 许明晨 许氏集团的总裁兼董事 目前呢 正在寻找合适的创业项目 许总好 怎么 不欢迎 我怎么感觉咱俩个走后门似的 是这样的 陆小姐 何乐 何总 何总跟我说过 你们这个项目有资金需求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项目本身还可以 当然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愿 我也不会成就 我 有 我们当然有了 对吧 对 这钱不是万能的 对吧 但是没钱 那可是万万不能 那再好的像我没钱 怎么能成啊 而且 像我这么高端的人才 留住也得靠钱 是吧 范范 是 那你打算投多少呢 你开个价 我们估摸了一下 大概需要 不管总盘子多少 我都得占汽车 我都得占汽车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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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来 干杯 谢谢师哥 好 好